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西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多亩体平均数的简定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云科大气管研究所的考题 我们来看看题目内容 云林股份有限公司进口了三部 包装咖啡的机器 现在我们随机各抽了五包 得到的重量平均数在这边 现在这个重量平均数ABC各抽了五包 好那A的平均数是28 B的平均数35 C的平均数是30 那么我们希望说 在显著水准α是0.05之下 简定这三部机器所包装的咖啡的平均数 是否完全相等 那么怎么着手呢 当然这个I是ABC 只要是其中有两个不相等 我们就认为是不相等 好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 当然是在做这个三个 就是多亩体的简定的时候 我们采用ANOVA的方式去做 要建立一个ANOVA表 那么首先我们要算一下 我们的总平均数是多少 这边是28 35 30 因为它全部都是五包 所以我们的总平均数 我们算一下 总平均 X double bar是多少呢 这三个就直接 相加除以3就好了 因为这都是五包 所以我们算一下是多少呢 31 这个31 是我们全部的总平均数 那么首先下一步要怎么做 把ANOVA表 我们来看一下 组间之间的平方和 组间的平方和就是这样算的 组间的就是用 就between 那我们用的是 28到31之间的距离 28到31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边当然还要乘上一个五 第二个是35到31之间的距离 的平方 再加上 这是五个 30到31 这样子 我们算出来 来计算器要按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组间的平方和 计算一下是多少 130 130 那么我们这边是130 自由度 这个地方来说 三个算式 里面其中有一个是 他们源自于他自己的 所以3-1是2 自由度是2 我们的组间的平方和 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组内的平方和是怎么算 组内的平方和是 每一笔资料 跟他这个 每一个的平均数的平方和 可是 问题来了 我们还没有告诉我们每一笔资料 他告诉我们的是变异数 那么我们来想想 变异数是怎么算的 这个变异数 以这个16为例 这个变异数的算法是 这边是N-1 这个地方来 也就是4 那么 每一笔 每一笔资料 到28 的平方 这个算出来的 那这里是4 那么我们想想 那么这里是16 那么 它的这个组内的平方和 岂不就是它的乘4倍吗 于是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资料 可以了解 我们的组内的 平方和是多少呢 这个要乘上4 16乘上4是64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44 这个12乘上4 那就是48 也就是 我们算一下 156 那么这边是156 这个自由度 这个自由度 总共这个地方 有几笔呢 总共有15笔 3515 扣掉三个平均数 降低了三个自由度 所以 这边的自由度是12 好 那么军方 当然我们就可以除一下了 这里除到左边 130除以2 是65 156除以12 是13 那么F值怎么算呢 F值就是两个的比 所以65除以13 是5 这个F值 到底太 有没有太大呢 那么我们当然就要看 F值的表 那么我们把F的表 叫出来看 这是F 现在上面的自由度 这个自由度是2 12 来我们从这边12 开始抓一下 2在这边 所以是3.89 3.89 我们的F值 F是多少呢 F值是5 已经高于了3.89了 那么也是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结论显著 结论显著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拒绝H0 这三种机器 所包装的平均数 是不是相等的 我们不认为 它是全部相等的 那到底是哪个不相等 当然我们就要去做 下一个步骤 叫做事后的比较